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强调音乐 我认为强调音乐 我记得我常常上课会哭 我11岁来和Esther学 她教我如何欣赏音乐 如何弹琴 可以发挥我的表情 首先我要感谢上主让我认识到奈太 对我的孩子来说是人生上最大的改变 因为如果她没有 我想她的琴可以收起来 不会再弹 所以现在我大学 读音乐 弹琴 奈太的信任给她一个很大的背后支持 亦都对所有小孩 像自己的子女一样 像一个大的家庭 整班学生在这里 像天父的家 由于Esther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 爸爸是传道人 所以Esther从小就学习祈祷 我的爸爸说 他说我翌日死的时候 他说我不需要睡床多过一天 我不需要拿拐杖 我不需要坐轮椅 第二个早上指着台上的一封信 他这封信寫给大哥哥 大哥是牧师 他里面有很多劝勉的东西 他指着那封信说这个是我最后 他自己穿衣服穿鞋 临出门口的时候 他还让我两个传接 这个是来做丧礼 然后就脱了个戒指 他说人要走 这些东西都不用了 自己穿鞋穿衣服自己会上车 就说去医生 去到那个验身台 就开始 那刻呼吸有困难 即刻要医院 送去医院 医院里头 医生来整整整 接着他又有心疼 突然他就走了 当他走了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感受到 他真的说 我不会睡在病床上多过一天 他说因为我祈祷了 上帝已经答应了我 但是那一刻就看到 他这样说真的 他没有睡多过一天 就走了 多人多 就是移民来之前 我的妈妈 爸爸说 他说人家要学都去医院 都去找外国人学 怎会来跟你的唐人妹学 你不如回香港 我说不要紧 我就算做个宝宝也好 总之给我有个琴就行了 但是就很快 一年我又满了学生 Esther因应需求 顺理成章开车琴行 邀请老师入午 并一度发展至三个不同城市 都有分行 搞学行不容易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 建议 所以每个人来到你那里 那一刻他又要出去外面 或者带了学生走 又去自己开车 我也都学习到 我不会为这些东西 我还觉得都是对的 因为 这个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希望帮到那些人 各个人都可以自己 更加有好的成就 有更加好的生活 很开心 他们都还是我的朋友 可以互相切磋 Esther经常读圣经 祈祷 与神亲近 并感受到神给她的能力 去完成职责 她有这个 religious background 这样就 给很多爱心出来 Having a second mother like another person that always cares for you and always helps you in all the ways they can it encourages me to do better 彈得好琴当然很好 但是 彈琴只是生活的一个步伐 Esther的成功 不单止是 留于学生的音乐成就 乃是对学生全人的改变 但是那个时候 最初教的时候 觉得很困难 怎么搞 弄来弄去都是没应用 后来我就 一路就是把它教到 向帝的手中 Aster老师 在我比赛之前 就牵着我手 然后 给我做第一个祷告 表演的时候 就跟以前不一样 就感觉音乐不是 用手来弹出来的 是从内心灵魂流出来的音乐 更重要的是 她能够借助教琴 令人经历神的真实 为他们家庭祷告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也是很辛苦 很有才能的人在中国 但是到这里来的时候 好像什么都没有 劝他们愿意去教会 他们就相信了 最近好像公公婆婆 也相信了 自己很感慎 上帝很感人 就是把他们教到上帝的手中 教琴也是很开心的事 但是我还觉得更着弱的事 就是可以去做全福音的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